长颈鹿是一种生长在非洲的反除藕蹄动物,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鹿生动物,站立时由头至脚可达6到8米,体重约700千克,刚出生的幼崽就有1.5米高。 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长颈鹿。长颈鹿的头顶有一对骨质短脚,脚外包覆皮肤和绒毛,颈特别长,约两米,四肢高而强健,前肢略长于后肢,体阔大,尾短小,尾端位黑色醋毛,牙齿为原始的低官齿,不能以草为主食,只能以树叶为主食。 在野外长颈鹿的寿命为27年左右,动物园里的能活超过29年,主要分布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,苏丹,肯尼亚,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。 长颈鹿的长颈和长腿,也是很好的降温冷却塔,它们生活在炎热的热带草原,由于它的表面积大,有利于热的散发,能很好适应周围环境。 肺容量也大,有利于呼吸新鲜空气,排出废气,由于腿部过长,长颈鹿饮水时十分不便,它们要插开前腿或跪在地上才能喝到水,而且在喝水时十分容易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,所以群居的长颈鹿往往不会一起喝水。 颈鹿有九个亚种,全部栖息于非洲热带,亚热带西树草原,贯从,开放的荷欢林地,刚旱而开阔的西树草原地带和树木稀少的半沙漠地带。 没有领土意识,善于交际,形成松散的群落,活动区域介于5和650平方公里,长颈鹿的睡眠时间很少,一个晚上一般只睡两小时,睡眠有时会使它们面临危险。 长颈鹿大部分时间都是站着睡,通常是站着病成假妹的状态。 由于脖子太长,长颈鹿睡觉时常常将脑袋靠在树枝上,以免脖子过于疲劳。 当长颈鹿进入睡梦阶段时,它们与大象一样,也需要躺下休息,这一阶段大约持续20分钟。 但是,长颈鹿从地上站起来要花费整整一分钟的时间,这使得它们在睡眠时的逃生能力大打折扣。 所以,长颈鹿躺下睡觉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,它们更多的时候是站着睡觉。 当长颈鹿趴着睡觉时,它的两条前腿和一条后腿弯曲在肚子下,另一条后腿伸展在一边。 长长的脖子成弓形弯向后面,把带绒脚的脑袋送到伸展着的那条后腿旁,下颌贴着小腿。 长颈鹿胆子非常小,这种科学的睡姿,既能缩小目标,又可在紧急情况下一跃而起。 逃之夭夭,长颈鹿很少发出声音,还能发出人类无法听到的次声波。 有人认为长颈鹿是个哑巴,从来不会叫,也有的人说长颈鹿只是没有声带,所以它们不会叫。